哈喽,大家好,我是Katis,今天呢,我们去玩一个小游戏啊,这个四月份也没有什么太多游戏,也就只有这个小小梦魇,感觉还挺有意思,毕竟是一个黑暗系小游戏啊,之前稍微玩了一下,稍微调试了一下感觉嘛,也就是标标整整的小游戏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完全是兴趣的所致才玩一下子,毕竟这四月份没什么玩的,五月份的话, 暂定的话,只玩一个发point,也就是,针对VR而出吧,这VR放假已经快放假快半年了,也没怎么用过,就玩了一次这个COD的一个算是小的VR内容,也没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恶灵古宝期也没有太多东西啊,不过说这到底,这次小小恶梦玩起来的话,感觉到挺像是这个limbo,比较老的一款游戏,大家可能都也都玩过, 是小游戏,类型的话,都挺黑暗系,直播这个呢,可能互动稍微多年,游戏内容稍微长一点,其他的话应该没什么太大差别 这上面就是一个很诡异的东西啊,看穿着很像日式的这个日式的人偶啊,这很像,穿着穿和服,然后 脸把脸给涂白那种,总是从底操作的话,没什么太大困难,操作的话就是一个奔跑大火机跳和 抓去就没了,这边还有些小生物跟不长的一样啊,这边 其实说真的,我都不知道我们这玩的是什么,操作是什么生物啊,这是个储存点 个子非常的小,我们就钻的都是什么呢,这个通风管啊,下水道之类的,我们就要点这个打火机,打火机的话也就是一般 嗯,照明是有用,因为毕竟你黑暗的小游戏就会需要你用大火机去这个照明,或者是用一些特定物体去照明 我可能感觉好像,怎么在哪边见过这个,这个打火机设定的呢,都忘了 前面也没有什么太多东西,我们直接先补啊,这样看起来就很像Limbo啊,只要Limbo的话就是黑白的而已 但其实,说真的,有点不大好操作 这边大家就是刚才我们做梦的那个小人偶吗 抱歉,呵呵呵,抱歉 不知道有什么用 这上面是吊了一个凳子 我感觉好像少了什么 丢了两个椅子在上面,很黑暗 我们直接走吧,反正那个人伪估计没什么太大作用 怎么样,其实有些东西都可以抱的,就按住这个抓去,可以抱住它 拖鞋卷直升 那上面是有人好像自杀在上面 看不到上面 看不到顶处 他这个是怎么上去的,我都挺好奇哦 是与那边的椅子有关系吗,是地上为什么感觉好像 这个 你说自杀吗,另一个凳子 组组织 都能变成一个 这样的 人生是男生 这边是有一个 的 因子 这个 兵衔是可以打开的吧 天地 是 竹竹 灯,有个小人,跑了,追 我不知道这游戏中它会不会存在一些这种小支线,就像暗道之类的 推不动 我可以把这小人抱起来 它会跟我们做的一样的动作 好像没什么特殊的,这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东西 也上不去,这样的话我们只能掉头 它会跟我们走出来吗 它好像并不能出来 似乎并不能出来,我们就直接走了 我们应该是顺着这个冰箱往上爬才对哦 再四顿,稍微再绕一圈看看 没什么特殊的,也没什么收集品 yok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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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是 我不 不 rrr 算是敌人吧 我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像虫子那样东西 如果你碰到他的话 你会被他卷起来 然后就死了 然后这游戏有点不好 就是他读书时间好长 然后 有种这个玩血缘诅咒的感觉 血缘诅咒每次死都读好上时间图 我这个没那么长就是了 但也差不多了 相对于游戏比例来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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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挺好奇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读书时间 嗯 方框是跑 按插是跳 哎 不少种东西 我把他拿掉直接过 我大概之前就是玩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肯定会掉下来 这边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点啊 直接向右侧跑 我不能飞着地上一堆东西喷 哦 渣 呵呵呵 差点 这他反正跳过这些点 他们都追不过来了啊 所以还好 他这有些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这个抓取啊 是要按住 如果你不按住的话是 没有用了 它会松掉 你必须要按住就往上爬才可以 好黑啊 哎 操 很不习惯啊 我怎么老是把跑当跳岸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 其实 那个楼梯上其实也是有一个检查点的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才会触发到那个地方 因为后面他有一段需要你这个算是现实跑步吧 也是一个这个游戏的一个小缺陷 不太舒服 就是你不大好控制 不太好控制就是准确的这个位行动位置 比较难受 其实我在想看能抓到的 好到挺困 我们从这边上 这个 打火机不是很亮 这边是有一个检查点 我们就把这个 闸门给拉开 来 然后个狂奔喽 这都算比较正常过来了 之前也是真的是 直接被卡住 因为它其实是可以这个滑铲 哎可以滑铲 有时候你看到FDG必须要滑铲 但有时候滑铲就可能滑到倍很准 就滑到其他地方去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走 什么东西 还是要BOSS战的呢 我靠 这就是一种要越狱的感觉 实际上这个到底讲的是怎样的故事完全不清楚 这是一个存档点 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住在一个正常人类所住的地方 但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人到底是什么呢 发展局员之子 诶 等等 我像并不能过去 这边门后面应该有什么 它能不能关上 那就是把这个卷直筒给拖过来 把它给短路掉 还是有现实的 拿过去 这不大能看清楚这个实际上的位置 这边的核心 也有恢复电 我们这边没有灯 这压过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这回来上去 这边不能把车梯给拔出来 他只能抽出这最底下这个抽屉 但是到底有什么用 不是很清楚 还是有一个颠扎 是个水果 跟着火吹有关系 这个有怎么玩看看啊想想看 不知道跟这个柜子有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就直接过来的吗 应该是个现实的移动 应该是直接过去才对 找不到 好吧 好吧 刚刚好 刚刚好 能推开吗 都不能推开 这算监狱吗 我才好奇了 精神病院吧 看什么鬼 看我们是需要 一步一步的 躲到那边去 嗯 吓死我 上面有一个 存档点 他应该看不到我们这个位置 嗯 怎么说拿这个儿童教育中心 啊 这边似乎是想要我们跑过去吧 儿童精神病院 儿童精神病院 好吧 跳不能随便 他这里头是不存在什么反身跳跃的 所以说啊 要慎重慎重使用跳这个安静 我不知道是因为好久没完游戏了 因为他这里头他这个 按键是稍微有一点 不大舒服的地方 因为他是不像 不像下游戏通常通过R3或者是L3去奔跑 而且是按一下就够了 他不是他按住 从这里面开始 我从这里面再爬上去 我从这里面再爬上去 所以就不要再用跳了 直接摔下来 这上面几个房间是有 我关了一下 看一下 都不能开 可以往回走 这是什么 这边好多小的掌印是什么意思 哎 这边又遇到这种小人偶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他把他拿走吗 感觉有点奇怪啊 这边就感觉像是一个 剧情上的提示吧 我们就把这抱子抱过去吧 不到那边去看看 这个眼睛是肯定不能被他发现的 我感觉有点像之前玩的一个 也是个小游戏啊 总是就是很黑暗戏的 就把他回忆 有点像这种以撒的结合 但有没有以撒结合那种故事性的 描述 多久 好鬼畜 这是什么 小婴儿 小baby 爬上去吧 这边应该是要爬上去啊 没有路走 好鬼畜的游戏 好鬼畜的游戏 这有点像是越越 我这个逃的不是监狱 逃的是 这个玩锁吗 算是 看起来 看起来 犯了什么事 尬烂的 食堂 就给钻进去 从那站一头我就可以钻进去 给试试看 爬不上去 进不去啊 就是设定问题 这个钻过去 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哎 有个人在这 怎么感觉我要死了 他好像要把面包给叮出来 好可疑 谢谢 动一动啊 扫尼 上吊神 哇 更诡异的这些 好黑暗呢 领域的地方 不也是反映着某种啊 内心的黑暗事吧 能推下去吗 能推下去吗 我要先想想看啊 这东西我如果推下去的话会怎么样 这边是肯定是过不去的通耳垫 这边是肯定是过不去的通耳垫 好了 第一次成功使用反身跳 这才跳的比较远 之前都跳的很近 又是个存档点 这个是可以打开的 绑极哪泥 这 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东西难道不是给我抓住呢 我两个肩都按住 又还加了奔跑 加跳 加抓去 可是我还是跳下去 再来试试看 这游戏应该稍微优化一下 这个读续时间实在是有点长 诶 没有从下面开始 那个存档点是装饰屏吗 这游戏存档点是很奇怪 这游戏存档点是很奇怪 不过因为视角问题 所以操作感觉是有些怪怪的 看来我们是要贴这个边 抓住这个栅栏才可以啊 因为实在是不太好去判断位置 那过来点的时候我们跳不去 诶 直接能上去呢 诶 诶 你赢了 算了 我们之前先录到这边吧 我要去习惯一下操作 我刚才是在 看市场的时候把自己给蹲下去了 无语了 先躲到这边 大家拜拜 拜拜